各位謹泉的傳媒朋友 大家好 其實今天大家還可以站在香港的街頭上 無論是我們白街站也好 或者是做傳媒 去報導真相也好 其實都是不容易的事 在過去這一年 算上明天的話 國安法就實施了一年了 當初林鄭月娥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 管理香港事務的韓正 她就說這個國安法的立法 是只會影響一小撮人 是針對少數人 即是說那些少數的所謂的犯罪分子 但是 時至今日 似乎這個影響 真的不是少數那麼簡單 第一 剛剛 Leo都說了 五一遊行 這麼多年都有的 現在沒有了 六四的晚會 以前有的 三十年來都是一樣的 現在沒有了 七一遊行 由民陣去發起 現在又沒有了 蘋果一報 多年來 二十六年來 陪伴香港人 度過風風雨雨 現在沒有了 這一些 所有的 無論是一個公民社會裏面 又或者在第四權 一個傳媒監察的領域上面 他們的消失 被政權碎了 這個不是國安法的影響 國安法是針對一小撮人 現在起碼是令到 廣大的 過百萬的香港人 是已經越來越人心惶惶 因為她怕 待說錯話 會被抄後算帳 她怕她穿著一件黑衣 都會在街道上面 去被警察 去查她身份證 老師 怕在課堂上面教書 會被學校或者教育局 取消牌照 傳媒 會擔心 有一天 好像蘋果一報的五位董事 或者是今天剛剛才放過 這個英文版的蘋果一報的主編 一樣 又是因為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 然後又要拉回去 這裏 都不止一千個家了 是吧 所以當初說 國安法只是影響一小撮人的人 是睜大眼 講謊 是自欺欺人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經過一年以來 我們大家就明白到 這個國安法其實已經被一班的當權者 當政者 扭曲了 利用了 作為一個鎮壓異見的武器 而這個鎮壓異見的武器 是自1989年以來 鄧小平曾經有一個 開了一個檔案 就說 殺二百人 就換二十年的和平 那現在呢 就拉 告二千人 二萬人 換二十年的和平 這個應該就是中共的謀說 在未來的日子 五年後 十年後 他在搞什麼呢 政權就是想打爛了我們所有的組織 平台 聯盟 聯席 所以民陣要收檔 支聯會 收工 平安部 收皮 他就要所有這些在民主陣營裏面 可以令到我們市民大眾一起發聲 守護真相 捍衛公義的聲音 去消滅台盡 將我們每一個人 切到碎一碎 變成一粒粒 將我們放在一個密室黑房裏面 做一個思想的酬勞 然後呢 就令到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 我在這個社會裏面 已經是少數了 我在這個社會少數 沒有人能難 沒有遊行 沒有責本 沒有頭盼 我們怎麼知道 原來這個社會 和我們抱持著同一個意見的人 原來還有過百萬 在2019年 即是兩年前 還有過百萬的人 和我們抱著同一個信念訴求 就是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沒有暴徒 只有暴徹 但是到了今天 如果我們聽過政權說 什麼都不做 別說了 全部限罪令高級分教 我們就是困在那個思想的酬勞裏面 縱使我們肉體 不是監獄 他都將我們的思想 將我們的情緒 擺在那個黑暗的酬勞裏面 叫我們害怕 叫我們不敢再說話 叫我們每個人和人之間 撤斷聯繫 離開組織 所有人說 我退會 我走 我什麼都不搞 之如此類 這一個白色恐怖 何禪後興 是現在這一年裡面 發生了很多次 所以 今天 無論社民聯繫也好 或者是職工民 其他工 新工會的朋友也好 我們秉持著的就是一個想法 怎樣去堅守回現在的公民社會 不要讓它將我們剁到一粒一粒的碎片 不要讓我們碎片化 我們要抵抗這個政治的打壓 並且在這一天裡面 我們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 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 我們很想爭取到遊行 但是剛剛有個消息傳回來 上訴委員會已經說不批我們遊行了 OK 所以明天 sorry 後日 7日 就沒有遊行的 OK 如果不是呢 他一定是大肆拘捕 甚至乎在我們 打算走出門口 他都已經可以在6點鐘敲我們門口了 你看看周恆彤已經是 但是今天 我的集中點 是在於 希望我們能夠在街上 去告訴大家聽 我們仍然有聲音的 如果當日 7月1號 穿黑衫不犯法律 每一個香港人 能夠可以挺起胸膛 我們就拿一件黑衫 穿著的黑衫 來去表態 來以示抗議 以示抗議 你現在要粉飾計評 這一個 都是一個很好的集體的行動 令到我們在街上走過的時候 我們會見到 原來我們身邊 是有這麼多同伴 這麼多戰友 這麼多人還記得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所以我們在這裏 希望社民連 同職公民 我們都會在 這個 銅鑼灣 附近一帶 甚至乎有些工會朋友 他們在旺角一帶 我們都會擺設街集 我們在這裏聲明 我們不自在 要去 鼓動群眾 說叫他們當日去參加一個叫未經批准的集結 所以你不打算拿一個套來套我們 我是志在 或者這個是我的中心的心態意圖 就是希望每一個香港人 能夠 用他們覺得合適的方式 安全的方式 要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歲月裏面 仍然表態 站穩自己的立場 兩年前我們是怎樣 今天我們就要抱著這個立場 繼續去發聲 繼續去表態 這個是一個前九的抵抗 現在開始 剛剛開始 那個政權 想將我們切成碎片 我們現在每個香港人 就透過這個機會 透過這一日子 去將我們的心 和心 連繫在一起 我們要利用這個集體的行動 去克服恐懼 去令到我們 繼續在以後在香港 這個民主運動的路上面 有氣力 有勇氣去繼續奔跑 去抓我們一兩個 可能告訴你 當日 7月1號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 可能的計算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這裏四個 他首先7月1號 早上抓我們四個 他就看你怎樣搞 這個當然他對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站在這裏 我在這裏講明 我真定杯茶 給各位 如果要拘捕我的警務人員 不要爆我門 OK 不要爆我家的門 不要爆我家的門 很貴的家的門 不要爆我家的門 爆個鎖 浸定杯茶 你要帶我回去 我就陪你回去 但是 你是不會阻止到 香港人 繼續發生的 你殺得了這風機 你是阻止不了 太陽升起的 所以在這裏呢 再一次的希望 每一個香港人 肩負我們自己的責任 使命 義務 我們一起呢 在這個日子裏面 去繼續發聲 今年 是一個 中共 建黨 一百周年 大家都知道 今天 都 習近平頒些勳章 去給 這個 中共的 創始人 李大超先生 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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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今天呢 我在這裏呢 那我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共創始人 李大超先生 曾經 講過那些什麼 說話 我告訴大家 希望那些 大公文匯 一定要記錄 一個中共創始人 的這番說話 李大超先生 曾經講 思想 是絕對的自由 是不能禁止的自由 禁止思想自由的 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 你要禁止他 他的力量 便跟著你的禁止 越發強大 這個就是李大超先生 當時 和 就是 廣大的 中國人民去講的 就是 呼籲 遺政者 不要想著 用一個危害安全的理由 危害一個 危險思想的理由 去禁止一個思想的自由 今天 中國共產黨 可能在香港 他很想實行的就是 一套思想 統一思想 但是我們香港多年來的 是多元的思想 和自由的思想 開放的思想 他是不能夠禁止到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繼續 的思想自由 和 繼續去圍杜這個地方 繼續發聲的 所以 希望各位 7月1日 我們 全民刻意 全民表態 活動 全民表態 都